再来预理警方是发现了有一名妇人神情慌张的在加油站 而上前询问才知道这名从台东资本来的妇人 在台东马街医院看完病之后 一路骑车骑了72公里来到了复理箱东里村 也根本不知道要怎么回家 加油站人员是马上拨打了电话来寻求警方的协助 东里派出所马上联络了这名妇人的家人 让她平安的回家 一名妇人神情慌张在加油站 警方上前询问才知道这名从台东资本来的妇人 在台东马街医院看完病之后 一路骑车72公里来到了复理箱东里村 根本就不知道怎么回家 加油站人员马上拨打电话 寻求警方的协助 远警考量天色昏暗 于是先将部人带回派出所休息 提供饮用水以及食物给予果腹 后来运用警政知识联网中的车籍资讯系统输入车牌 查询到车主手机的号码 幸运联系上了富人的家属 远警跟家属沟通之后呢 就请辖内汽车车直接将富人送返资本家中 待富人平安回到家之后 家属也拨打电话到派出所 向称职的人民保姆频频道谢 记者高双双布里香采访报道